有一題呢 有一個比較快速的解法 上次不是有一題是 這邊有畫的東西 然後說這邊有三面鏡子對不對 然後問你說哪個鏡子可以反射 有一個方法是速解法 你們可以聽聽看 就是 你就把 因為我們知道鏡子 它是霧具的影像具對不對 你就把它把它拿著 畫在這裡 然後再做連線 就是看那個 因為 我們的時候也看過去嘛 就是這個 就看過去在這裡對不對 對 直接對側畫下來就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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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其實是怎樣 一個字都看不到 這樣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你就是先對側畫下來 然後再拉直線 就這個 可是那個考試的圖片很軟 再講一次喔 對 要帶詞齁 這個光學的東西最好帶詞 可以畫出直線的東西 好 那要有一個點 好 懂意思嗎 你把它畫下來齁 畫在對側的位置 畫在對側的位置 然後拉直線 這是什麼你知道直線樣子嗎 好 你會 就這樣跟眼睛對待起來齁 所以像這個的話其實是這裡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所謂的反射應律 這樣你會比較好畫一點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